三十月第一題 用軒 這邊要找出呢 跟他互值 跟他互值喔 什麼叫互值 什麼叫互值 上次我解釋過啊 他們的最大供應數就只有 1 沒有其他的數字叫互值 看這裡喔 這個數字是2乘3 2乘5對不對 他的直因數有235 所以底下的數字 如果跟他一樣有2有3有5的因數在的話就不會互值的 譬如說27被誰除 3 被3除 這邊有沒有3 有 這兩個就一起都有供應數3的啊 這樣就沒有互值 這答案就不要 好 來那個右軒來跟你講 喔問你喔 比如說4是什麼數 直數還合數 合數 然後9是直算合數 9是直算合數 合數 這兩個都是合數 可是他們的最大供應數答案多少 最大供應數是 最大供應數喔 供應數喔 他們因數有124 這因數有139 他們供應數多少 是不是1 再好來 因為供應數是1喔 所以 代表說這兩個數 沒有其他因數再來嘛 叫互值 所以什麼叫互值呢 供應數只有1 沒有其他數 沒有其他數 這叫互值 好再來 那我問你喔 像這個的話呢 2乘324乘5 跟27有互值嗎 有沒有 除了1以外的供應數啦 只要有1以外的供應數 就沒有互值了 27被剛好說27被刪除 那324有沒有被刪除 所以這兩個供應數是不是都有3 而且要有3的248還有9喔 所以這兩個就沒有互值 好再來 那這個呢 77 我叫你乘起來 77 你分解完之後是不是1乘77或7乘11 不論這裡是1乘77 或者7乘11 有沒有235的因素在 沒有啦 所以有沒有互值了 就已經互值了 因為沒有供應數了 除了1以外 沒有其他供應數 對不對 站在這一個 22次 乘7乘11 22次喔 看到2沒有 看到2了 這邊有沒有2 都有2有沒有互值 沒有互值啦 因為都有供應數2在啊 怎麼還互值 互值的話是說供應數只有1而已喔 對不對 你看 站在這一個7乘9 7到沒問題喔 9有問題了 9是339 9會被刪除啊 這邊有個3的因素在啊 有沒有 3二次方 所以這兩個都會被刪除 那就沒互值 好 好 好 站在這一個11跟13 對照一下有沒有互值 玉琪 這樣有沒有互值 有 啊 這裡喔 11走有沒有11 13有沒有13 公益數多少 除了1以外就沒有東西啦 所以就互值啦 所以互值的答案有這一個 有這一個 還有這一個 這有問題 這兩個都是跟他互值的 只要是公益數不是1的 就沒有互值 我舉例啦 比如說 4跟6好了 4跟6的最大公益數多少 是不是 因為是2啊 所以4跟6有互值嗎 沒了 因為除了1以外 他還有一個2在 這樣知道嗎 坐下 好 看那個第2題喔 算是要寫啊 算是要寫分解啦 就說像這個的話 你要 寫他的分解好了 結果這個27 你可以把它寫為3的三次方 所以跟他就沒互值 對不對 然後7的話呢 1乘77 7乘11 都沒有因素嘛 應該寫7乘11啦 不要寫1乘77 好在這個是 標準分解釋 所以直接看 這個的話呢 9本身是3的2次方 所以7乘9 可以改為7乘3的2次方 一樣3有3 3的因素在 就沒互值了 然後這個就是直接看 沒有因素啦 除了1以外喔 所以也是互值 好再來第2題啊 你真的還聽不懂嗎 好沒關係 來 所以現在是互值說問題喔 兩數的互值 你還搞不清楚 互值不代表說 兩個都是直數 但是 兩個都直數的數字 他一定會互值 我舉例子喔 比如說7是直數 11叫直數 對 那7跟11 互值啊 公英數只有1而已 除了1以外 找不到其他數字 這樣叫互值 那我再舉個例子喔 比如說5好了 好5跟 5跟9對不對 5是不是直數 9不是 只要一個直數一個不是的時候 他也是互值 因為最大公英數 除了1以外 沒東西啦 對不對 可是你要想喔 如果一個是5 一個是18 不要不要5好了 我把5換掉 好 這個是6 啊 7 10 好 10跟27好了 10個27有戶子嗎 好來 10怎麼分解 10的標準分解是怎麼寫 2 乘 5 27的半位也是呢 是3的幾次方 3的三次方 你注意看喔 2跟5 還有一個3 有沒有公英數在 有沒有公英數 沒有了啊 所以他就互值了呀 這樣就是互值了 因為沒有公英數了 除了1以外 沒有公英數要互值 互值就是說 這兩個數字的公英數 大於1 可能2可能3可能4 只要公英數是1 就互值了 這樣知道嗎 好 所以剛剛那題會看到嗎 好看那個第2題來 A為正整數 已知A的所有因數呢 有123468124 既然都寫到所有因素了 一定包含他自己本身 所以這A是多少 24的 這樣知道嗎 有沒有問題呀 好 真的嗎 老闆你很熱嗎 真的喔 所以第1題喔 他的A呢 就是24喔 再來第2題問你說 A跟90的最大公英數為多少 第2題當然就短 短數法了 A是24 跟90的最大公英數 答案多少 來 你們算答案多少 這可以自己處理吧 這不要我再寫喔 妳看 妳看球最大公英數 妳看球最大公英數 答案是 6 3乘2 6對不對 短數 等一下 短數喔 短數喔 這樣子說 好 對很好 好來 妳用2除的時候 12跟45 再用3除的時候 3 4 12 3 15 15喔 所以這個時候呢 最大公英數答案就是 6喔 來又宣了 我再問你啊 照這樣子看的話 24跟90有互值嗎 24跟90有互值嗎 有沒有 沒有 那妳懂不懂啊 因為這裡就不是1了嘛 如果你算成答案是1就互值了 你算成答案是6了 對還互值 沒互值的 他們就有公英數6 這樣知道嗎 他分別是要求這4個數的最 就是這5個答案 5個題目啦 5個題目呢 都要求他最大公英數 那其中呢 第一題這個啊 直接用短數吧對不對 你到底會不會一直講話 都聽到你的聲音了 60跟84短數沒問題吧 很快速的把它處理一下吧 只要只能用直數喔 只能從2開始喔 2不行用3 3不行用5啊 5不行用7 你不要用4啊6啊 那邊偷懶喔 這樣不對喔 一定要直數 好你告訴我說是 2乘2乘3對不對 所以乘出來答案多少 12 這答案要算出來 答案12 好你跟右軒對一下 答案對不對 你們跟他答案對一下 是嗎 是12嗎 不是的話就要改喔 好再換那個第2題來 第2題呢 把這三個數同時都做短數吧 那找最大公英數的時候 記得喔 你一定要找他們三個人共有的指 音數來去處 知道嗎 用直數來處要三個人都可以處啊 也不能兩個兩個 這樣看喔 你現在找最大公英數 一定要三個都一起處的 從哪邊開始 5啊 從5開始的話 2 這樣很重 28對不對 幹什麼 用5出啊 這個呢 3 5 好再5還可以玩嗎 再用7啊 我用7喔 你說7沒什麼結果 就那個4 4、6、5 4、6、5 還有嗎 沒有啦 好來 4跟6兩個有可以用嗎 不行了啦 現在不行用喔 但是我們在求最小公倍數的時候 這兩個如果有還要再處 再短數 可是我們現在 那球最大公英數嘛 所以就不要再處了 知道嗎 那這個時候呢 他的答案就是這邊兩個乘起來 5乘7 5、7、3、4、5 對 5、7、3、4、5 好 不好意思 因為我剛剛看到那個 不知道誰寫的答案 那我這一題 欸 給我寫70 好 因為我用 第三題喔 一定要注意聽我講 先不要寫喔 你再寫同學都把那個筆先放下來喔 好這一題呢 他是要求這兩個已經標準分解是好的數字呢 去挑他的最大公英數 這樣的方法稱之為觀察法 所謂觀察法不是觀察你同學的啊 是觀察這兩個數字有沒有公英數把它挑出來 我叫你看喔 第一個 你先看喔 這邊有二幾次 二三次 這邊有二幾次 二二次 是二的幾次兩個人都有 是二二再二三次 二的二次吧 因為這邊不到三次啊 所以他們的公英數一定會有二的二次挑出來 好再來 三有沒有都有 這個三不一樣喔 三次方喔 三因為沒有都有 所以三不是公英數 五有沒有都有 前面沒有五啊 所以五不是公英數 好再來有沒有十一 有 那十一要挑幾次方 二次方 他沒二次方怎麼辦 所以只要往下再要求我們挑一次方 對挑小的沒有錯來 所以他有個訣竅喔 怎麼挑呢 要挑兩個人都有的 然後次方挑最小的 這樣知道嗎 兩個都有 次方挑最小 怎麼要看一次喔 二三次二二次挑最小二二次都有嗎 三沒有啊 五沒有都有啊 十一呢 只有十一的一次方都有 這樣知道嗎 然後把它算出來喔 答案就是 四四 好 因為他這邊沒有說要以標準分解釋來回答 你要把它撐出來 這樣要考法稱之為觀察法 用標準分解釋 已經標準分解釋好的東西呢 去挑答案 觀察 好 不是那樣觀察啦 你應該這樣做喔 你把四十八單獨做標準分解 十二也做分解 然後兩個拼在一起 這樣知道嗎 比如說你四八比較短除了 還四八怎麼除 用二除啊 用二除啊 二的四 這樣要二除呢 十二 用二除六 用二除三 那十二要啊 所以四八這麼多對不對 十二也要喔 一起來啊 所以十二怎麼除 那就直接拼起來就好了 六 二三 對好 數了喔 看一下喔 全部有幾個二 一二三四 包含這兩個喔 五六 有二的六次方 再乘上 有幾個三 兩個三一起來呢 應該是護城嘛 是這一個 是這一個乘起來變四八 這個乘起來變十二 所以兩個一起看啊 三乘三變三的二次方 這樣你會看了嗎 好 接著喔 來 像十六你要短除啊 十六怎麼除 用二除 八 用二除 四 用二除 二 所以十六會有 四個二 叫二的四四方 對不對 好了 十五短除喔 用三除 三五十五 好耶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看喔 這個一路乘到底是怎樣 就是十六 這一路乘到底呢 就是十五 所以你要寫十六乘十五的話 就包含了這一里跟這裡的 對不對 所以幾個二 一二三四 有四個二 二的四次方 一個三一個五 對 好把他寫錯了 好再來呢 我們採用觀察法 好 來 純真來觀察一次好了 嗯 二挑幾次 三個還是 哦 就算不他 二挑四次很好 再來三挑幾次 二次 三挑二次 他沒二次怎麼辦 嗯 那就挑 要挑小的哦 次方挑小的知道嗎 對三的一次啦 就三 再來五要不要挑 因為五前面沒有五哦 知道嗎 光音速要挑都有了 挑最小的 好 所以再把它算出來 要乘出來哦 二的四次方多少 二乘二乘二乘二 是不是十六 十六乘以 十六乘以三 答案就是 四十八 所以這裡答案是四十八 第四題哦 這樣寫有沒有問題 好這邊啊 二四四挑啊 挑最小 沒錯 有就挑 要挑最小 有才能夠挑哦 要共有才能夠挑哦 好 所以像下一題就最好寫的啊 根本就很輕鬆的嘛 使用觀察法來 第五題 好 第五題哦 要挑最大公益數 第二看二 有沒有到二 沒有 有啊 到二啊 二幾次方都有 挑最小次方 二的一次方 好 之後還有東西嗎 再看哦 三有都有嗎 沒有 後面那個沒有三 不行用 五有沒有都有 沒有 有沒有 七有沒有都有 沒有 完了結束啦 那二的一次方 答案就是二啊 好 所以這裡的蠻輕鬆的 這樣觀察法 一定要挑都有的 你要挑公益數 要挑都有 都有那個數 然後翅膀挑最小 好 好再來 好 一到一百的整數中 然後同時要背六除 同時要背六除跟背十五整除的 又要背六除 又要背十五整除 那就不就找六跟十五的 最小公倍數 要找倍數的哦 三啊 三十 公倍數 六跟十五的最小公倍數 來 一樣用短除法來抽離 你就把六跟十五寫出來 然後用直數來去除 多少 三十啊 你可以用三除 三二六三五十五 好 來我們再看一次哦 這個時候呢 這個三稱之為最大公音數 可是我求公倍數的時候呢 很好玩哦 一路稱到底 知道嗎 把它全部稱起來 所以是三乘二乘五 三二六六五 答案就三十 好 那一到一百 到底有幾個三十的倍數 也只有三十 六十跟九十 所以要問幾個 回答怎麼會答 三個 他問幾個 他問哪些 所以答案要寫 三十 對 三十 六十 六十跟九十 他問幾個 好 如果問幾個回答三個 問哪些全部列出來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